画面上是嘉义市长黄敏慧 这次特别来基隆为谢国梁助选 他称赞谢国梁因爱而蛻变 跟过去相比成长许多 变得更有温度更有爱 而且遇到状况时有担当 他已经具备一个好市长的格局 我们看到国梁他年轻 而且认真努力 过去在立法院可以看到他 真的很认真很努力 我常常在笑他 而且笑他说这么年轻 而且又有礼貌 而且问证很扎实 立法委员卸任了以后 他曾经就是有多次的 国际的经验 包括经济的经验 让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 很务实 但是让我更意外的是 看到了他人生很大的转折当中 因为有女儿小爱 大家现在看到过去的立法院的欧巴 真的是帅哥 现在已经成为这么样勇敢 为爱重生 为爱勇敢 就是为小爱 然后让他又吸取了 真的感受到很强的一种力量 我觉得他把这样的力量 更是一个转换 所以就像那一天 我想韩市长所说的小爱爸爸 也是大爱鸡龙 我觉得这一种是令人感动的力量 那其实做一个县市长最重要的 不但是同理心更重要 你真的未来是挑战很大 真的一个谢国良 我觉得在这里 他真的能够从这个过程 而且这么勇敢的 把自己曾经在 备受打击的那一刻 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这样如何再站起来 当我看到那一本书的时候 每每都是一个感动 我想国良真的长大了 而且真正的扛起这个重则 而且有满满的爱 真的具备了一位 成为城市首长 基隆市首长 基隆市市长的一个重要的 已经具备有重要的条件 基隆市跟嘉义市 都是省辖市 那我在前一阵子 也因为未来的这个市政的 规划的考察 我也下到了嘉义跟敏惠姐 参加一场远见的直播 并跟她请议 我发现这几年 嘉义市做得非常好 有很多青年都有返乡 回到嘉义去创业以及工作 那所以今天特别也请她来 关心一下国良的选举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的这个动漫的 文宣品看板 还有竞选小物都相当出名 那我们在地的动漫文创家 我们小白老师 他过去在这个嘉义时代 也有帮忙行销一个嘉义的案子 所以他今天也特别画了一幅 这个黄敏惠市长跟国良 在市府前面的一个Q版的一个画作 要来送给黄市长 谢国良表示 在最后关头他感受到很多的温暖 他有信心把学习到的优点 转化落实到基隆的未来发展 让民众更幸福 记者黄日生 寄用报道